这是一群受益师 他们颠覆大家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在休闲假日诊所不营业 大伙一起出来踏勤运动 但还是放不下猫狗那些事 为了响应世界狂犬病日 他们用行动来宣讨防疫 出啊 就是把这个狂犬病 狂犬狂犬病的理念 散步不管是比较东部的 比较花蓮的台东这边 人口比较少的地方还有就是台北 这个人都会行的 我们都每个地方希望都把这个 狂犬狂犬病施打预防注射这个理念 让每一位市主都有这个充分的概念 把这个概念传播出去 那我们也想过很多平面的方式 那我们会决定说用这个骑脚踏车的方式 那一方面也是到各县市 那我们去做一个巡回让人家知道 那也可能透过各公会的连结 我们做一个办活动的方式 那我们曾经在西部 我们办的这新年是第三年 那在西部因为人口多 所以我们有办了一些像疫诊 像一些宣导 甚至像注射狂犬病的一个方式 来结合这个骑脚踏车的活动 活动号召了20多位兽医师参加 让平常互动不多的兽医师 远离乘销进行交流联谊 从花莲到台东沿着台九县 一边骑着运动还欣赏了不少田园风光 对他们而言是难得的侠义 沿路风光明媚 好山好水 非常爽朗 好的活动 而沿路的秀气站 都是华东著名的景点 所以尽管路途遥远 他们还是互相激励 要一里一里地走 往下一个站前进 我们现在下一站的目标是 瑞瑟火车站 我们希望我们同学再继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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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心协力单车行 今天这条自行车道 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自行车道 所以说对我来讲 我只觉得平常运动方在骑 也没有觉得动作非常快 但是非常高兴 就是说我第一次骑这条路 感觉非常好 世界狂犬秉日开始于2007年 台湾在有效的防治下 虽然是非疫区 但这种人序共生的疾病 它的防疫要全面性 所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漏洞 透过提高注射率 让它蔓延的几率降低 但我们临近的国家 像大陆 中国大陆 它是疫区 而且我们现在跟中国大陆 这个往来非常频繁 所以一定我们要危机的意思 让这个防疫病不要去在台湾发生 因为它发生真的很恐怖 人的死亡率真的很高 70%的易感染权种 只要接受注射 就能有效切断感染链 一般认为狗的行为取决于人的素质 狗的问题也是人的问题 要从四主的观念改变起 所以这次行经台东 也举办了宣导注射活动 活动里面我们有 狂犬病疫苗的免费注射 还有狂犬病的一些有奖增打 然后我们有准备裁品 提供给参与的民众 然后再来我们所里面的受益师 也会下乡来做行为的一个医疗 其中也包括狂犬病疫苗的一个注射 有很多客人问我 为什么一定要注射狂犬病 我们家狗又没有出去 但是你要知道说 没有出去但是人会带人 今天的活动只是一环 其实受益师每天都在奉献他们的爱心 防疫宣导 提倡任养代替购买 收容流浪动物等 他们都在做 需要更多的医师投入 更需要大家的重视 它有很多的社会责任 那它不是只有一个单纯的受益师 它还要去了解这个动物 花莲有十三乡症 除了三乡症有小动物受益师 极安以南缺乏受益师 欢迎有志受益师来偏乡服务 希望说我们受益能继续加强 跟政府配合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让动物这些果猫 免于疾病的责任痛苦 防犯狂减病 齐心协力单车行 参加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